中山大学学生今上午在校门外的西子湾海边,发起一场韩国鱼卖台现行即行动剧,主办社团是中山放狗社,成员带着秃头帽扮演韩国鱼出访港澳深煞与中联办,国台办会面戏码,讽刺韩国鱼出访是卖水果兼卖主权,参与学生也对近期台大,政大发起剧看中天行动表达看法,认为特定媒体神话韩国鱼,高雄市假新闻, 造韩神重灾区,呼吁大众理性选择遥控器的自主权,不让媒体成为造神管道,行动剧桥段由小熊维尼牵着象征中联办,国台办两支中全进场,在由扮演韩国鱼的学生,带着象征台湾主权的水果交与国台办跟中联办,谢此奉辞韩国鱼以卖水果兼卖主权方式出卖台湾,黑色幽默令在场围观民众玩耳一笑,扮演韩国鱼的生物科学系, 学生林尚义表示,韩国鱼打出水果经济牌,实际上却是秘访中联办跟国台办,无疑是以水果经济当遮羞部掩盖,配合中共统战台湾的政治意图,根本就是经济零分,政治一百分。 中山放狗社成员社会系学生林文奇说,这次活动获得校内约400名师生认同,并由生科系、资管系、社会系同学历史两天筹划,希望借着青年的创意行动拒来反制特定媒体全天候造神,也呼吁大众正视韩国语访中所引发的政治争议。 杨士群,高雄报道中山大学学生质疑韩国鱼出访港澳路卖水果却会见中联办与国台办人员,是以水果经济当遮羞部出卖台湾主权。 杨士群社活动发起的中山放狗社社团表示,韩国鱼访路引发政治争议,加上特定媒体替韩国鱼造神,所以决定以行动拒反制。 杨士群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关键自中山大学韩国鱼卖台卖水果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